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18广场上翻开的日历 永久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 这座纪念碑500米开外 有个叫柳条湖的地方 沧海桑田 如今的柳条湖早已看不出当年的样子 但是繁忙的铁路枢纽 依然能够让人回忆起当年南满铁路的位置 1931年9月18日晚上 就在这里一场阴谋正偷偷进行 晚上10点20分 一小队日军按预定计划 以42包小型黄色炸药 炸毁了通过该地区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 并污陷使中国军队所为 随后日军开始炮轰不远处的东北军北大营 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一 攻击驻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 日军炮火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 中国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 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及不抵抗政策 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八千多名中国守军被迫撤出了北大营 第二天 七十万沈阳市民悲伤地发现 城头换上了刺眼的太阳旗 日军的装甲车开进了城 日本兵的钢盔 皮靴 闪光的刺刀和恶拳 让人心惊胆战 东北边防军司令部 省政府 市政府 财政厅 银行 军工厂 飞机厂 全部被利口占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国主义汉人发动了侵华战争 震惊了中华大帝 那个一一带水的林邦 那个服装 文字 礼仪 都遵从着中国汉唐遗风的国度 怎么突然变成了战争狂罗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非偶然 而是虚目已久的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天皇就制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 开脱万里多韬 布郭文宇四方 1887年 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侵国征掏方略 逐步演化为 以侵了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其后 时任日本首相的三线有鹏 提出二线说 把日本的疆土成为主权县 把朝鲜 中国等国疆土成为日本的利益县 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正式形成了 早在1874年 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 在台湾遇难事件 发兵侵入台湾 这成为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 1876年 日本派军舰攻击朝鲜江华岛 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1879年 日本强占中国藩蜀国琉球 将其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这些侵略行径 扫清了这个岛国周边的障碍 取得了向大陆扩张的基地 1894年 日本借口朝鲜事端 发动了大规模清华的甲午战争 获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侵占了中国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 索赔白银 2.3亿两 也为日本1895年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倍多 这极大的扩充了日本的实力 大大刺激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 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军国主义就显露出了野蛮残忍的本性 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 日军攻陷履顺 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 抢劫和强奸 两万余名百姓被残杀 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 曾被当作彰显战功的成果呈现给日本天皇 进入二十世纪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急剧膨胀 1900年 日本作为主力 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并通过辛丑条约 获得了在中国金金等地的驻兵权 1904年 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了历时19个月的日俄战争 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 1914年 日本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 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1915年 日本公然向中国袁世凯政府 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法西斯随着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混乱 而迅速崛起 1927年6月27日 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 日本田中内阁策划了侵略中国的具体部署 制定了侵华纲领 这个称霸世界的构想赤裸裸地写在田中奏折中 欲先征服之那 必先征服满猛 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之那 唐之那完全可为我国征服 其他如小中亚西亚 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 必为我敬我而降于我 使世界之东亚 为我国之东亚 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奏折呢 它是日本军国主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 它对外起了扩张方针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 它也是日本呢 这个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它清楚地勾勒出了呢 日本想先截取蛮猛 再占领整个中国 劲而霸占这个亚洲和世界的一个总体构想 它成为呢 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呢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总的纲领 东方会议后 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借口保护侨民 再次出兵侵入山洞 1928年5月3日 日军在山东济南 蓄意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一个月后的6月4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西郊黄孤屯 炸死了不完全听从日方无力要求的东北王张作霖 企图趁机全面控制东北建立伪政权 怀着家仇国恨的张学良 于12月29日 宣布吉日起遵守三民主义 服从国民政府改议旗帜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遂搞破产 为实现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的既定目标 日本一方面不断制造事端 一方面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系列准备和策划 蓄意煽动和挑起侵华战争 日本长久以来一系列阴谋侵华行进 并没有受到当时中国政府高度的重视和应对 相反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直错误地把精力 集中在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阵压 和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 一味的实行 让外皮铅内的误国方针 以及对日不抵抗政策 当日军1928年5月3日 侵入山洞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 攫取不抵抗主义 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不久 蒋介石连续指点张学良 严令东北军 对于日本军队寻衅 因不予抵抗利弊冲突 918事变后的9月22日 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侵略 赞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由于张学良贯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 解除了东北军的思想武装 同时错误估计了日军进攻的战略意图 导致侵华日军没有遇到中国政府的有力抗击 造成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 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辽阔领土 三千多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 面对日本的侵略 面对着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在这个危急关头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挺身而出 发出武装抗日的怒吼声 918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193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就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 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又做出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接着9月30日 中共中央又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 北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于1932年4月15日发布 对日战争宣言 正式对日宣战 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 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 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918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 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 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 抗日救亡主张 令号召全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自己武装起来 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迅速得到各党派爱国人士 爱国民众团体的积极响应 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 抗日救亡浪潮 抗日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 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 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 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东北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 反抗日本侵略 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 离场参加抗日义勇军 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 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组织 守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北平 上海 南京等地各界市民 工会组织纷纷举行集会 发表抗日宣言 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 通过了要求对日宣战 承办失职失地官吏 迅速组织义勇军 实行对日不合作 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 爱国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 罢课请愿 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 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随着学生 工人 和各界救亡运动的开展 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 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 港澳台同胞也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918事变后 宋庆龄 何湘宁等人 坚决反对蒋介石的 让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和对日不抵抗政策 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 谁要阻止抗日 谁就是卖国贼 全国各个阶层的百姓 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 激发起团结欲武的巨大能量 彰显出器官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 是最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 918事变后 中共满洲省委立即作出决议和指示 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 建立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 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 共同抗日 从1931年10月开始 在东北相继兴起了 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 东北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 抗日斗争 人民的抗日热情 激励着爱国将士保家卫国的决心 1931年10月初 日军禁闭黑龙江省 形势非常危急 刚刚受命出任 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马战山明确表示 一息尚存 绝不敢使尺寸土地 沦于一族 从1931年10月16日 至11月18日 他带领全体将士英勇战斗 从敌展开血战 击退了敌人多次进犯 这就是池民中外的江桥抗战 马战山奋起抗战 深受全国人民称赞 国内各地报纸都以大字标题 报道江桥抗战 这也是中国军队 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 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的将士 大多是来自广东的子弟 如今 坐落于广州市的第19路军 松户抗战墓园 每到清明 都有群众自发前来这里进行平调 人们不会忘记 当年在128松户抗战中 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在128松户抗战中 第19路军和第5军 在人民群众支持下 浴血奋战30多天 以简陋的武器装备 连续击败装备精良的日军的 多次进攻 使侵华日军遭到自918事变以来 最沉重的打击 中国军队 为反抗侵略 袭血裹齿 付出了约1.4万人牺牲的重大代价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遗印 918事变以后 日本想称这个青蛙的纪委 在上海扩展他的青蛙纪业 所以他一种赏事 在上海发动这个战争 是向完登提子协议的 激人的施加盖叫 东方的车局发起个调刺 第二个背景是在上海制造约118事变 它是要遮忆中国和国际的持续 有利于与业务日本的东部的进攻 业务在东部抛制 维莫对国亏力的拯救上帝 第三个上海当日 是绝对把识别以后 内方 参加留有抗日决防运动的中心 日本结果中心 要出现纪律的增压 当这个上海的抗制决防运动 1932年1月28日午夜 在日本海军第一前外舰队司令官 严则性意指挥下 日军分三路突袭扎北 攻占天通安车站和上海火车站北站 让日军始料未及的是 在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奈 军长蔡廷凯的指挥下 上海军民奋起反抗 128松户抗战就此爆发 经过近一周的战斗 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总攻 2月2日日军撤换了总指挥 从2月7日至14日 日军重新调整部署 增加兵力改变攻击点 经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日军的第二次总攻又被粉碎 归死 日军急令入军第九师团 驰援上海 并再次撤换了总指挥 此时 再护日军已达三万余人 与此同时 国民党政府派晴英抗日的张志忠 率第五军增援上海 2月20日 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并肩作战 经过六周夜激战 再次重创日军 粉碎了日军第三次总攻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再次增兵上海 并以日军第十一 第十四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 由日本前陆军大臣 白川义泽党将任司令官 2月底 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九万人 军舰八十架 飞机约三百架 而中国守军经一跃苦战 总兵力仅四万余人 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 3月1日 日军发起第四次总攻 中国军队在内乌援兵 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不得已奉命放弃前线阵地 撤出上海 3月2日 日军占领上海 经美英法义等国调停 中日双方代表于5月5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 并允许日军停驻上海 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提供了条件 就在聪护抗战将士被迫撤出上海的同一天 1932年3月1日 日本人操纵的维满洲国在长春成立 3月9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 在日本关东军的严格控制和操纵下 维满洲国成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维满政权的军队 宪兵和警察 配合日本关东军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 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和暴行 仅平顶山惨案就屠杀了三千多东北同胞 关东军假守维满政权 颁布了一系列违法令 其所规定的罪行五花八文无奇不有 有的人甚至说一句 我是中国人就判定为思想犯 政治犯 吃一口大米便成了经济犯 维满政权还通过颁布暂时保甲法 建立保甲及连作制度 如发现有一户人家从事返满抗日活动 就要诸连周围其他九家 即所谓十家连作互相监视 一家犯法九家同罪 更令人发指的是 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杀人工厂 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 早在1925年 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 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 明确规定 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然而 日本却一直无视人类的道德底线 一直在暗中研究和使用它 731部队 队外以日本关东军防疫集水部的名称做掩护 队内被叫做石井部队 因为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创办者 日军的回忆录中 这样描写被称为黄人军医的石井四郎 他经常不请自来 强烈要求给防疫集水方面预算和编制 为此 或当众填从人尿中提炼的盐 或引用污水处理来的清水等 让参谋本部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 石井四郎 在731部队所做的罪恶实验庆祝难书 比如 将试验者关在庄稼车内 用火焰喷射器烤 以测验火焰喷射器威力 人畜杂交 人与马血互换 人体四肢互换 将鼠疫杆菌注入试验者体内 观察其反应 甚至 故意让女性怀孕并感染病菌 待胎儿成型后进行活体解剖 观察胎儿的状态 1998年 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 并公布了731部队 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原始文字材料 特别输送档案 为满足731部队 对大量活人实验材料的需求 日本关东军 宪兵队司令部和维满当局 经常把他们认定的罪犯 不提交法庭审判 直接押送至731部队 日本宪兵队 给被押送人员 规定了一个专有名词 特别输送 二战结束前 日军为消灭罪证 炸毁了731细菌战实验基地的 大部分设施 并将实验资料 移交美军 731部队的大部分战犯 至今未能受到英文的审判 但是 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将永远被世人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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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